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现在呢,我来到了两河镇啊,我舅舅家里 他们这里呢,种了这个特别多的这个莴笋啊 现在就有他们要去云他家的这个莴笋呢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里呢,还相对比较平啊 这边这个方向呢,就是红军长征啊 的时候在这里开会的两河口会议的会址 就在这边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面前啊,已经有 看到很多菜了吧,溜溜的 看这一瓶,全是菜 这边是油菜啊,油菜已经这么高了 但是外面好像已经开始割了吧 我们这里才长到这么高看 这个就是莴笋的啊,这一片 溜溜的 看,这个拿来烫火锅比较好啊 还有这个炒这个红尾,巴士得很啊 我准备把锅拿过来给它炒一下 这么好的菜 直接把锅拿到这里,给它烫个火锅 你们说爽不爽 是不是 地里面啊,开始 扯个草 这边,这边的是先种的啊 这边是后边种的,你们看 还刚刚长出来啊 特别的小 现在要做的呢,就是 切来只剩一窝啊 就是把它长出来的多的全部给它扯掉 就这样 多的给它扯掉 留下这个,一窝就可以了 一年的收入就在这里了啊 这一片,就看着这一片啊 超级花菜 就看着他们这一片 好久了,他们几个 九千了,他们几个中不太好久了 你这个窝子挺不容易的啊 一直要蹲著 特别的累 吃的干净 看,就这样把这个草扯掉 全部给它扯掉 种这个地不容就 这个锅整大概好 还好久就可以卖了 这么还要一锅多 一锅多也就可以卖了吧 哦哟 做两脚 两脚 这个草扯这个就做蚌菜 蚌菜啥子 蚌菜 蚌菜 买那个 雪 蚌菜 那这头那个不要怎样 这个就是大姐姐的 这儿是有关 我来评论 我来评论 准备 谢谢观看